欢迎大家回到无线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恭喜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终于没有在本届奥运会 国送吃鸡蛋空手而回 马来西亚终于没有在本届奥运会 终于登上奥运会的奖牌版了 总算拿到一枚铜牌 而且今天这场铜牌战简直就是 Epic死世纪 真的可以变成一代一代传一代的故事 我们讲那个成语什么叫 福底抽星 起死回生 海底摸月 河底捞鱼 真的真的太过精彩 太过神奇了 第一场我们解数组合输掉了 第一场丹麦的这两个 Darking Astro跟Lasmussen 他们的实力的确是看起来蛮强的 气势蛮强的 所以第二场估计是没有什么好下场 第二场呢 果不其然丹麦以20比16领先 OK咯 让Alan恰再打奥一下就赢了 那个收尾玉又打不过 又打奥 又打不过又打奥 刚才看例子家的那场就是这样的 一直打不过一直打奥 随便啊 那时候啊 这样一粒就完了 马来西亚又是kosong了 当时没有想到呢 当时20比16的时候呢 哇 真的是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啊 所以 当你没有放弃的时候呢 奇迹就会出现了 所以这一场完完全全叫做死世纪 完完全全叫做奇迹啊 他不但追平啊 20比20追平啊 你看丹麦有4个粒球呢 拿不下来啊 啊 然后呢 加10两粒呢 一口气6粒球呢 6比0呢 带走第二场啊 所以关键就在这里啊 啊 你看 连续丹麦呢 一下子输6粒 他其实丹麦整场都没有连续输过4粒的 没有想到呢 一下子6粒这样子啊 第二场带走 起死回生 追到了第三局呢 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见谢苏一路领先啊 领领到后面就出问题了 哇 反而给丹麦呢 又翻超啊 啊 他又追平啊 17比17追平啊 啊 丹麦又是一波流啊 跟他带下来啊 那当时你看15比10是一波流带下去呢 17比17啊 哇 当时又讲又完蛋了 又完蛋了 啊 又来了那个 那个老麻病 结果呢 冷静下来之后呢 哇 最后最后还有一个更紧张的就是 19比19嘛 啊 还好还好 冷静下来之后呢 啊 最后两粒呢 稳稳拿下来 而且最后一粒呢 更加不可思议啊 因为那个最后一粒呢 那一粒呢 死球 很难接到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接到 啊 又来一粒第二粒 完蛋了 打架死了 那一直到又接到 接到对方 最后 输了那粒 真的是史上最精彩的一场 一场比赛 啊 所以感谢谢苏组合呢 有没有贡献了呢 这么这么精彩的比赛 来看一点那个成绩吧 所以刚才25比16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人关掉电视机不看了 不想看马来西亚书是不是 哪里知道后面会变成这样子啊 后面会变成了死师级的起死回生的 按一转啊 哪里知道人生可以翻转啊 哪里知道命运可以翻转啊 啊 我也当时也是真的想不到 那四粒球呢 为什么他们会拿不下来 就这样子呢 给这个谢苏呢 成功翻转啊 然后呢 就这样一波打到 打到最后 最后还是很紧张啊 就一波打到最后呢 最后 成功成功呢 极度惊险拿下铜牌 本来正面铜牌呢 马来西亚是拿不到的 就是他们的这种精神啊 总算是打出了这个马来西亚的战斗精神啊 因为连续看了那个女算铜牌 刚才李梓佳的那个半决赛 连续看了两场比较负面的球呢 比较没有斗志的那个球呢 然后存产被压制的呢 哇这一场呢 总算的谢苏组合呢 就是体力好 体能好 靠着那个体能呢 压倒了丹麦的这两个 所以呢 他们也创造了历史呢 成为呢 马来西亚第一队 连续两届呢 拿下铜牌的那个组合 非常非常精简啊 所以第一局的时候呢 那个风全部是吹丹麦那边的 没有人认为这个谢苏会怎样的 到第二局呢 到他当卖20-16的时候呢 人家也是想关掉电视的 不用看了啦 但是没有想到呢 最后呢 给马来西亚呢 哇 后面最精简追上来 但他最后还经历过17-17 19-19 真的很紧张 哇 所以真的 心脏呢 要好一点点啊 这几天 不知道很多人呢 有没有 心脏病发作啊 真的是 看到心脏病发作 所以 无论如何呢 马来西亚呢 总算呢 拿回一枚奖牌 原本以为呢 这一次呢 应该是过送了啦 因为看到前两场球呢 哎呀 这场呢 纯粹看爽啦 然后星期天晚上嘛 纯粹看爽嘛 也不对 对他们没有什么期望的啦 这位丹麦的这两个最近是很强很强啦 你看 丹麦的的确是很强啦 快球什么 最近丹麦这两个拿了很多很多冠军 马上 三次好像排到世界第一中 然后掉下来 最近状态有点下 然后 在这个同牌战呢 就这样子呢 输给了呢 这个谢苏组合 所以南酸呢 依然是开放性竞争的 所以谢苏组合的后面呢 还有很多很多新人 所以 与种呢 整个国家你要快速的栽培更多更多的新人 那谢苏组合呢 他们真的是那种 很打投风球的 他投风一起来呢 Aron Chia像神这样子 好像刚才Aron Chia就是 那个铜上升啊 天兵时下凡啊 跳到像那个Michael Jordan这样高啊 你不要看他168cm了 他刚才跳的那个高度啊 电视有拍下来嘛 他一风起来呢 就是这么厉害啊 所以 所以 下一届他们还想打奥运会呢 首先你们的稳定性 你们能不能每一场都这样稳稳的输出 这一种程度的那个球啊 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他后面的新人 后面几个铜海组合啊 那些几个 很多很多很好的也要快速的成长 因为男双还是有机会的 男双还不是那种domination的 那不像女双呢 那女双实际上是F4的嘛 F4的组合你破不了的 那个陈康乐跟迪娜呢 就是不小心呢 穿进半决赛啊 啊 那他们再练下来呢 他们可以本身成为F4的其中一个 他们跟前面三 三组呢 你看距离还是很远一下的啊 然后这个男双呢 也是有机会的 所以要再赔更多更多优秀的男双 男双呢 才是对马来西亚最当心的 因为后面轻缓不借 女双也是轻缓不借 那个吴小妹之后呢 中价根本不行了 男双离指甲之后呢 那个黄志勇受伤了 剩下的那个呢 还打不出什么水平啊 所以呢 无论如何呢 随着随着这一次呢 奥运会没有空手而回之后呢 相信也会激励到国家 激励到政府 激励到每一个大马人 重要是政府这边啊 所以政府的政策呢 要对这个运动员呢 多加栽培 你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 很好的 这个球员的 很好的运动员的 而不是这样拿来浪费掉的 你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呢 去把他们栽培起来呢 在世界的舞台上去竞争 不能够永远 只是靠北明顿嘛 北明顿就是超防发挥啊 本来去巴黎之前 没有人想到呢 这个我们北明顿 从不会打进四强 啊 女酸打进四强 简直跌破眼镜啊 跟你讲啊 啊 女子家打进四强 其实人家也是跌破眼镜啊 是不是 啊 这个男酸 人家预料中 他是这样子的啦 这个是 啊 男酸还可以预料啦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啊 也没有都酸了咯 啊 所以那个 全国都很高兴咯 除了那些路挫党的人啊 反对党啊 除了那些人不高兴啊 因为没有的假吗 哪个送吗 哪个送他们有话 恭喜大家 啊 啊 啊 明天没有的犯假 同还没有的犯假 但是呢 大家还是会替呢 马来西亚高兴 啊 也替那些宿主和高兴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 心脏可以放松一点点 啊 等一下你不要看中国跟台湾打 就好了 你的心脏就不会见顶蛋了 OK好了 啊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